好了,继续做一个作文的贴题 第二条我的贴是diary,part A diary怎么出呢?我不知道 我出了这个情景 但我觉得会出diary,未必会这样 不过我试试了 Today you witnessed a thought-provoking incident 今天你目击一件事 incident就是thought-provoking provoking就是令到你思考,就是发人心醒 你今天目击 You would like to write a diary entry recording what happened and your reflections 即是你写一篇diary 要记录,发生了什么事 以及你reflect到什么 即是你反省到什么 令你想到什么 透过这件事件 对了,diary一定要past tense diary可以写日期 在这里,即是真的写的时候 也可以写公仔也可以 例如rainy or sunny也可以 之后这个写日期 你可以在这里写dear diary diary大草 写完之后就签回你的名字 可能写chris 因为通常在我的屋都是chris wang的 这里可以参考一下 我特意用一些不同的字 例如metrostation metrostation即是mtr station 用一些特别的字 因为那条题目没有在哪里发生 不是在香港 我假设了这个在上海发生 chomps chomps这个字就是friends 为什么不用friends chomps这个字在2012年 的reading 的part a 是出过的 即是出现过这个字 就可以用chomps 即是说我和一班朋友 去了上海旅行 去到搭地铁的时候 他们有些preconceptions 他有些前撤 即是觉得内地人是不好的 他觉得他很inconsiderate 即是觉得他 怎么说 即是没有想到其他人 觉得他们会push and shove to secure a seed 即是会推的 会推的 在那里霸位 那我的朋友 就很cynical 对于内地人 他们想着 因为他估计别人在那里推 会推撞 他自己想做 即是他在那里说 不如我们推 我们推进去 反正他都会推的 所以当那里门一开的时候 他falls the way into the train 即是推进去 但是结果发现 as it turn out 结果 即是跟他预期不同 可以说一下这个字 as it turn out 人家根本是很civilized 是很文明 即是很well mannered 很courteous 很文明 谁知最差的就是我的朋友 他们made such fools of themselves 令到自己尴尬 令到自己丢脸 行不行 这件事就 令到我去乘搭地铁 不好意思 为何我的朋友会这样 as well as feeling embarrassed as well as 除了觉得很尴尬之外 我还在想 令我想一些什么什么 那就可以试试作一个diary entry diary 我觉得可能真的会考虑 将来继续会贴的